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距离2020到21赛季还有两年的时间 在那之前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待在这里 戴维斯告诉ESPN说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成为这个联盟当中最具统治力的球员 帮助球队赢得比赛 你们都听到了许许多多的留言 也听到了很多有关于此的讨论 但这些都不是从我的口中说出去的 我是提湖队的议员 我所做的就是帮助球队继续前进 帮助球队有朝一日赢得NBA总冠军 目前 安东尼达维斯的合同还剩下两年 他在2015年夏天和球队签下了一份5年1.3亿美金的许月合同 这份合同从2016年开始生效 直到2021年夏天到期 其中2020-2021赛季位交援选项 则说